人类首次月备采样备受关注 1935.3克月长样品 蕴藏怎样的宇宙奥秘 采样过程中留下中字图案 这一中国式浪漫究竟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月备快递已成功签收 世界将如何共享这份来自月球的大礼包 九天蓝月广含祝梦 科技推动力带您共同探索 人类首份月备样品背后的秘密 进入今天的新闻直播间 周末特别策划科技推动力 从古至今 人们对月亮都有着许多美好的想象 而一直以来 我们望月舒怀看到的却只是月亮的正面 始终背对我们的那一面神秘而古老 6月25号 世界首份月备样品 搭载着嫦娥6号来到了地球 昨天这份重量为1935.3克的样品 连同样品证书一起 由国家航天局正式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这标志着嫦娥6号任务工程 由工程实施阶段正式转入科学研究新阶段 后续这些样品的研究将如何展开 采样过程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未来中国的深空探测还将有哪些大动作 今天的科技推动力 我们就一同来关注世界首份月球样品 究竟有何奥秘 那本次嫦娥6号的月备采样采用了钻取和表取两种方式 而在采样结束后 月表呈现了一个中字图案 对此 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微博 还发布了一张由监视相机拍下的月备挖土照片 并配文我看中 那么这份独特的中国式浪漫 究竟是意外惊喜 还是刻意为之呢 我们来听听探月宇航天工程中心 科技工程部副部长侯军是怎么说的 这次在月球实际采样的过程中 我们钻取以后 钻取已经量达到了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产取 通过产取也是产了这个 最后八产已经满了 实际上我们在产七产的时候 已经是看着还在决策 要不要第八产 可能如果是不是有些风险 但是好不容易取一次 我们还是想得到一些更多的样品 所以还是产了这个第八产 然而产了以后 回过头来看这个痕迹 又发现了很有意思的样子 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个中字 也算一个无意之举 来自月备的大礼包 已经成功签收 接下来要如何对这些样品进行研究呢 我们继续来看 探议宇航天工程中心 科技工程部副部长侯俊的介绍 在这个样品研究之前吧 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样品处理 包括对它每一份产取样品 还有这个钻取样品 进行一个编号 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身份 给它一个ID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每一份样品 产生的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 特别是对一个钻取 因为它是在不同层次 体现了不同的一个深度 然后对它这个样品研究 有一些更多的一个发现 我们现在的技术来说 并不需要太多的样品 少量的样品就可以发现 一个重大的发现 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样品 所以从长五号我们已经是七批样品的研究了 总共也就是发出去八十多颗的样品 月备样品得来不易 那么我们会与世界共享这些珍贵的月壤样品吗 相关内容我们继续来看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科技工程部副部长侯俊的介绍 对于月球样品研究来说 我们是有月球样品的一个管理办法 里面也提到了我们与进行一个国际合作 特别是前期呢 我们也是欢迎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到我们国内 与我们的科学团队进行 一起进行一个月球样品的研究 而且将来呢 如果就像我们现在长五号对外样品开放以后 对国际上开放以后呢 将来我们六号也会按照这个游戏样品管理办法呢 对国际开放 这时呢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些呢 样品拿到国际 其他国家一些用他们的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嘛 然后共同开展一些研究 嫦娥六号任务已经正式转入科学研究新阶段 未来关于探月我们还将有哪些大动作呢 去了解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的工作已经启动了 嫦娥七号的任务 主要是对月球南极部分的资源做勘查 而嫦娥八号则是对月球资源的原位利用 开展技术验证 后面还将与国际同行一道 来共商共建国际月球科研战 共享共用月球探测成果 创新不停 探索不止 未来还有哪些宇宙的奥秘将本切开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拜拜 拜拜 拜拜